在江西的婆羊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除了是著名景点 近年吸引了大批爱鸟人士去官鸟 而且更成为官鸟比赛的场地 全国各地的爱鸟人士相聚婆羊湖畔比拼眼力 官鸟赛事持续三日 在吴京耀候鸟棲息的前提下 180位参赛选手将会根据记录的鸟类多少 离缺一胜负 今年的官鸟州同时举行了救护候鸟放飞活动 80多只被救的候鸟重回大自然 其中包括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百冠 13只二级保护动物 它们被救护中心救治和治养之后 已经适合放飞野外的标准 同时部分候鸟被带上微型追踪器和鸟类还治 自2013年起 当局已经先后放飞47种野生动物 累计超过2000多只 随着冷空气南下 白鸽、天鹅、东方百冠等大批候鸟 陆续飞抵江西浦阳湖 湿地迎来最佳观鸟旗 在2015年 工作人员首次在浦阳湖区发现黑岸 黑岸是典型的冷水性海洋鸟 内寒 主要分布于北极圈以北、北冰洋沿岸 每到冬季 黑岸就会迁到中国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 最南至福建沿海 过去婆羊湖没有黑岸的记录 后来就陆续有发现 而今次观测也发现至少5只 除了冬季猴鸟 婆羊湖还有夏猴鸟 阳春三月 几千只创路 在这里捉巢产轮觅食 一棵树上 随时发现几十个鸟巢的壮观场面 当然也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 在这里观鸟拍照 为了保护猴鸟 当地实施禁如政策 全面禁止人工养殖 夏湖布鸟和开船观鸟 以前当地居民在湖中养鱼 到了冬天就放肝湖水捕鱼 禁鱼之后 整个冬天 互相水草和鱼都增加了 候鸟的数目也都越来越多